为了让香港工商和社会各界更深入了解全国两会的重要政策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香港中华总商会4月9日在港举行解读两会论坛,各界嘉宾近300人出席论坛。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致辞中指出,香港与内地命运与共,香港社会应全面了解两会期间的重大决策,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做出贡献。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在致辞中提到,两会非常重视香港的长远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规划上可以担当关键角色,可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一起于区内城市优势互补,发挥最大效益。 参加论坛的多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分享了他们参加全国两会的体会。 全国政协委员霍启刚指出,香港青年有着诸多发展机遇,很多香港年轻人在内地创业、就业、参与国家建设,也成就自身提升。 在未来制定有关青年政策时,香港也可更多从国家发展大局角度着眼。 香港其实现在青年事务委员会就告一段落,就会有新的青年发展委员会,也都是定立一系列的香港青年的政策。 我希望委员会在定立青年政策之外,不是只是香港的青年政策, 而且是要在国家的大需求、大背景下面去定立香港年轻人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可以推动到我们香港年轻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重要的理程碑。